玉米新品种的选玉一般经过7到8年时间 而在海南光热资源作用下 新种制创制时间能够缩短为3到4年 辽宁省农科院海南玉种中心 承担着我省种业公关任务 记者日前来到这里实地采访 这里就是辽宁省农科院在海南的玉种中心 我身后的这些就是去年10月份开始种植的玉米这种材料 它们将在晾晒脱离后发往沈阳 在今年5亿前后 在辽宁省的市营区域进行示范性种植 科研人员正在收获的就是 2019年获得国家审定的辽丹577玉米新品种 示范种植结果显示 新品种每亩可比普通品种增产50公斤 这个块地30亩地能够产玉米杂架种2万斤 这些种子将在辽宁的市域区域 实验示范5000到6000亩地 通过辐射带动为大面积推广 奠定基础 在高粱育种基地 专家正在对抽碎后的高粱 进行套袋隔离授粉 这块30亩的制种田 就是2008年通过国家审定的 辽年3号诺高粱新品种 目前 我省选育出的30多个新品种高粱 可广泛应用于实用酿造轻柱等各个方面 通过在海南一年两个甚至三个生长季的这种选育 不但加速新品种的培育进程 我省也不断收获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种制新材料 13五以来成功选育的8个移基收玉米新品种 目前已在我省示范推广50万亩 为农户增加经济效益1亿元以上 辽宁��省农科院海南育种中心的育种范围 已扩展到大豆 骨子 向日葵 花生 蔬菜等十几个作物 每年都有几十位科研人员长期在这里进行工作 每年繁育及创制新材料2万余份 本台报道